两日之后 这是萤火守心之日 萤火是火之经 此天下仁臣之过 心就是青龙星宿的新月湖 两日之后的此事 萤火与新月湖争辉 夺去了新月湖的力量 这 你终于回来了 为什么召唤青龙就是 而召唤朱雀就是对的呢 这个世界 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上官大哥 对不起 小兵 跟你没有关系的 可是贵根到底 他终究是我哥哥 是他把大家害成这样的 他是他 你是你 上官大哥 我真的不想和他成为敌人 我也希望他可以回头 可是 却连累了你们 但他怎么说 也都是你的亲哥哥 割舍不掉亲戚 是因为你太信任他了 但我先劝你一句 不要对他还有什么幻想 我和他交手越多 就越觉得百里寒这个人 他根本无药可救 或许 或许 我真的该清醒一下了 他对我如此有敌意 还这样死不回头 也许有一天 我真的会跟他兵录相见吗 我会尽量避免让你和他对峙的 他应该也是去刹海 我们快走吧 好 我们沿路去追 乖乖 你真是太美了 这些金斑蝶一生追逐灵气冲颖之地 平日里都栖息在树干上吸收灵气 这么多的鳞粉 定是刚刚才激烈地展翅高飞过 肯定是百里寒来过 对 我找的方向没错 好 一 再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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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儿 手指金魂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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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在我的手上 你们来晚了一步 手指金魂就在这儿 手指金魂就在这儿 小兵 你干吗 你让开 我要去救他 不行 这藤蔓太危险了 而且树枝金魂已经拿到手了 不要管他 但是无论如何 他也是我哥哥呀 之前都是因为我太懦弱 没有去救他 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逃走了 我要去救他 尚文大哥 你就当给我一次熟罪的机会吧 说是救了 就交给你了 就交给你了 拿着 拿着 你 我一定会把你当兄弟的 我既然脸翼也忘记 我自己的心事也忘记 我足迹做错的事情 也不敢去面对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又不高兴了 在清晝的时候 我竟然想不清楚 倒不明白 可是我就知道 我跟你之间 有很深很深的情犯 哥 你放心 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你 救助之在里面 哥 快走 小臂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孤身一人 这十多年 我所成长的孤己 你永远都不会理解 你永远都不会 体会这种苦 所以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好好的 哥 带着我的命 好好活着 太好了 太好了 让我找到了他的弟弟 太漂亮了 你们兄弟俩都长得这么漂亮 阿宾 你放心 我是不会杀你的 只不过想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是打劫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悄悄地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 便是你哥哥的脸皮 可惜我跟了你哥哥那么久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幸好他有个漂亮的弟弟 这是他唯一的弱弟 我要办成你的样子去杀他 任凭百里汗如何冷酷 杀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犹豫 你知道吗 刚才他差一点点就进来救你了 我就抓住这一瞬的犹豫 你杀了他 小兵 你知道吗 在这些面部当中 你们的皮囊是最美的 可是 你知道谁是最丑的吗 渔民 太丑 我不喜欢 不过 你知道眼谁是最过瘾的吗 请求他承住 请求他承住 你知道 当握着赤羽的手 把剑刺进我的身体 那血 热乎乎的血都冒了出来 我整个手都是热热的 看着赤羽的表情是什么感觉吗 好笑 太好笑了 我当时差点都要笑出来了 我想是谁便是谁 我是九里的大祭祀 我是青秋的城主 我是羽民的众谋 我还即将是你 只有真正的脸皮 我想是谁便是谁 任何细小的表情 我都以模仿的唯妙唯小 但这所有的一切 都只为一个人 你知道吗 我最想要 最想要 就是他的脸皮 来吧 乖乖 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取代你 是 就一下 一点都不胆 一点都不胆 小兵 你没事吧 没事 百里函呢 他受了重伤 但是他还是执迷不悟 你已经尽力了 上官大哥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再对他有任何惯想 好 都已经过去了 上官大哥 好 树枝惊魂可否让我来保管 这树枝惊魂是你抢到的 应该由你来保管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们现在跟他们去会合 去封印之地 走 我觉得呀 红灵姐姐说的是对的 咱们得赶快找到水之惊魂 对不对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红灵姑娘 我们可真是有缘呀 又见面了 同为女子 再有缘有何用 只是可惜了双二姑娘啊 你的有缘人 可曾心里有你呀 是可惜了 他们什么时候上来的呀 怎么这么一魂不散啊 我早就不该对他手下留情 好 都不可能 有缘你 作词 辈缘 穿佛 你 没有 我 要 但是多不是 母娘 柳如霜的那一边 我自己躲得过去的 你为什么 就非要扑上去呢 所以说你就是个笨蛋嘛 自己受了伤 难道不疼吗 蒙谁呢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干什么呀 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 我不就给你涂点药吗 你真的喜欢我 也不在乎我的过去 我是一个不相信朋友的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只相信钱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钱 才会让人有安全感 我原本以为 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在忘忧阁里 到了 到死 可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认识了你们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我红林也有一帮生死相依的朋友了 那个人 他叫奥羽 你干吗这副表情啊 他是我以前的男人 我就是信了他的花言巧语 信了他的海誓山王 我一直坚信着 他会来忘忧阁找我 会来接我 可是 自从他走了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回你 忘忧阁里人来人往 诺言 便成了最轻贱的东西 听得多了 听得多了 就越是不可惜 你干吗你又要喝酒啊 所以我最讨要男人喝酒 酒后胡乱许诺 你干什么呀 你叫佩佩干什么呀 难道 今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有第三个人在场 你就不能单独跟我说说话 所以呢 我觉得男人还是话少好 因为不说话 就不会骗人了 不是这样的吗 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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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说话 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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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之静魂在西明夜 那个掌柜说 什么被神仙施了王树 一般人连靠近都行 那个保身道士 又看本自己是几斤几两 还想要水之静魂 你怎么样 不碍事 诸心那三个人没这么快跟来 你的伤害没好 现在这里休息 我去探探师们的玄机 玉瑶 叶琪 这个石门机关冲冲 很难靠近 我有办法撞开 不会 不要召唤猛兽 现在的身体 已经经不及再一次召唤猛兽了 可我必须拿到水之静魂 动作够快的吗 你护着贝贝去打破石门 我来对付他 放心吧 来得打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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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个八卦图啊 与其是用来防御的 不如说更像是一把锁 用了群鹰长蛇等多个变性 不过啊 我用我的六十四卦阵 不出一刻 这把锁就能乖乖地打开 我就不信开不了你了 刘若霜 我知道你对你将军好 可是我告诉你 有的男人不值得你对他那么用心 像你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明白真正的情意 怎么可能会懂得我们之间的事 会让你们成功的 我真厉害 你看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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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不要 你会死的 这是我们血蒙异族的宿命 也是我存在的价值 走开 别怕无穷 叫我过回 人间万事 令我心知 快走 这是混沌 我听苏帽说过 是混沌毁了他的家 混沌神兽 混沌神兽 他早就不屈出在人里屈出的地方了 无缘无故出进桃花坳 我就觉得有人指使 没想到是柳若霜 混沌神兽 你快出去 混沌毁拦住他们三个的 你去拿水只惊魂 说了 快去 快 不要对不住了 散魂永强 魂魄丧气 把他带给将军 宝石 柳若霜 是不是你毁的桃花啊 水之惊魂你没抢到 又来清算这么久的事 你快说 是不是 没错 不会的桃花啊 雪女怎么可能 乖乖跟我跟将军走呢 又是这该死的百里寒 怎么处置任命的 她活不了多久的 水儿 你不会有事的 水儿 好 你觉得 是做人好 还是做狼好 是你教我说话 叫我无功 是你告诉我我是一个人 不是狼 是你给我起名字叫犯狼 王 你说这是天狼星的意思 是你告诉我有朋友 就是你 我是骗你的 还是做回狼吧 回到狼去 那里没有算计 没有欺骗 没有背望 母 母亲 你来找我了 母亲 母亲 姝儿好孤单 姝儿以为 只要很爱很爱她 就可以得到她同样的爱 可是姝儿没有机会 不过姝儿有了母亲 以后就不会再孤单了 我和你同样的爱 他放约了 太了 太了 太好了 我摸她 有双三个字 不好 他们触碰了水是惊魂的机关 快走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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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走 走 阿蘇 快放手 让我们都会没命的 快放手 阿蘇 你看着我 快 我喜欢你 原本以为 有一天 会等到你亲口告诉我 你喜欢我 不怕现在 现在来不及了 那一天 我等不到了 替我好好照顾大家 特别是苏莫那个傻丫头 要是没有她的话 我不会认识你们 不过有一帮生死相依的朋友 如果没有她 我也不会遇上你 我也不会再一次爱上一个人 男子恨大招呼 哭了多丑啊 喂 你笑一个 你笑一个呀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我本名不叫红灵 叫田晓菊 阿蘇你记住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只有你阿蘇能叫我 只有你一个人能叫 一定要替我完成梦想 替我活下去 好好地活下去 放开我吧 小军 阿蘇 阿蘇 别放手啊 不要 佛林姐 别放手啊 不要 不要 我活着 佛林姐 小军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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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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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红灵姐 红灵姐 佩佩 我有些话想要对红灵说 阿蘇 你 放心吧 我答应过红灵 我会好好活着 小军 我好好悔你 我当初有那么多的机会 却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现在我终于可以跟你说话了 你会不会无法 会不会不相信 因为你说过 男人话多了 话话自然会跟着一起来 我答应过你我不哭 你看 我没有哭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宋墨 看着他成为真正的朱雀玄女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就去找你好不好 是 在我老家有一块三生石 等我回来 就 就把我们的名字 刻在三生石上 即使我们都不在了 那磐石终究不会异图 那磐石终究不会异图 你等着我 好 就去哪里 是 你 你 行悦狐 行悦狐 你刚才怎么了 我没事啊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在汤谷召唤青龙失败之后 我一直在找你 你找我 召唤青龙都已经失败了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的死活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跟我也没有关系 不是这样的 我来找你不是因为 你是青龙的守护 我是担心你 我还死不了呢 近些时日 你就是跟他在一起 你不要误会 他只是作为青龙的守护陪着我 给我指路 带我来找你 可是他对你的感情 就只是把你当成青龙选女 这么简单吗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走吧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或许等我清醒一些 我会去找你 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究竟是在意他 他还是想惩罚赤友 他 你是说苏默吗 难道这些日子 他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星月虎 你说过你喜欢我 你要和我在一起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记错了吗 你当着苏默的面说的 你说你喜欢我 那只是一个游戏 不可能 那些我们在青秋的回忆 你对我的好怎么可能是假的 星月虎 你听我说 过去你是赤羽 赤羽是朱雪的新秀 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 但是现在 现在你是星月虎啊 星月虎是青龙的新秀 所以我们注定要在一起的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我不喜欢你 你